親切,你讀聖經以後就更清楚了 所以我建議,今年不能去沒關係 以後早的時間一定要去 基督徒一生一定要去一次以色列 好,今天我準備介紹 簡單把我們這次要去的行程介紹一下 然後呢,今天我會跟大家講以色列的地理 那下個禮拜講歷史,好不好 來,這就是我們這次的主題 要去 玫瑰紅塵 這一個是玫瑰紅塵 來,這個是 來,這個是以色列的這個地方 地眾還在這個地方 我們這次去,就去這三個地方 這個,這個地方 就是去以色列、約旦、埃及 去這個地方 地眾還在旦邊 來,我現在簡單介紹一下 這個就是以色列 有沒有像台灣 很像台灣對不對 但是呢,它南北只有四百 南北有四百七十公里寬 來,台灣 台灣全,全,全,全 長度也是四百多 但是以色列比較散啊 所以那個 它兩,兩萬七千多平方暴力 只有台灣的零點六左右 所以台灣比以色列大 台灣是它的,它只有零,我們的零點六 那人口啊,它只有八百萬 這,你們稍微知道 以色列就是這個樣子 台灣有兩千多萬 兩千多萬 它是只有八百萬 那你們要知道 以色列的人口 佔全世界的 不到千分之二 但是 諾貝爾獎 以色列人 是佔百分之二十 所有的 諾貝爾獎 裡面的百分之二十 都是以色列人 但是它人口只有 全世界的 不到千分之二 好 來 這個是什麼呢 這是我們本來要做的行程 我們本來想要搭阿聯酋航空 阿聯酋航空就是從杜拜 所以進來以後呢 先到安曼 然後下去到四海這邊 再上來 繞一繞 再下去到埃及 這樣的話 你看到嗎 看到嗎 這邊走一趟 兩趟 三趟 所以 那個 我跟他講說 這樣子可能會太累了 這個是 上個月 另外一個教會去的 他們 現在已經不去埃及了 因為他們認為 埃及跟聖經比較沒關係 所以不想去埃及了 所以他們呢 從耶路上進去 要從耶路上出去 所以 他從這邊來 進來以後 從這邊 繞到下面以後 又回來 從這邊出去 所以這個也是兩趟 好 那 接下去呢 這是別的教會人 這個是我們 十二年前去的 十二年前去的時候呢 我們從埃及進來 從這邊 經過馬拉伊領地 到西乃山一直上去 上到十海 在這邊繞繞繞繞繞 再到比特拉 又從 再回去 所以也是 一二三 繞了三次 這一趟 所以呢 這次我們稍微改一下 讓大家舒服一點 就是這個圖 進來以後 上到上面 加利利海那邊 然後到耶路上門 然後繞過博斯邁 過來這邊 然後到比特拉 到十海 到埃及 從這邊回去 這是本來這樣子 後來我認為 還是有點辛苦 要讓它更輕鬆一點 這個地方 是不要走 這個地方 為什麼 這是我們本來的心臣 這個地方要看什麼呢 看博斯邁 博斯邁就是 因為會被分線 站去對不對 送回那個地方 就是那個地方 博斯邁 這個地方 然後接下去 旁邊有一個 這個我們去過了 還要再看一個 瑪麗莎 這是一個 西頓的 也有一個 墓園 一個墓 還有一個 採石 採石場 因為大戲從這邊 拿石頭去建的 好 那這個博斯邁 能夠看到什麼呢 就是看到這個 看到什麼呢 就是看到這樣子 所以我把它刪掉 不讓你們去看這個地方 我帶你們去看什麼地方呢 到這邊 現在我改成這樣子 到什麼地方呢 到昆南 昆南就是我們 1947年 發現 十海超卷 你們知道 十海超卷嗎 大家大家知道 這個十海超卷 太重要了 太重要了 因為以前 人家說 以賽亞書的 53章 預言耶穌 但是 人家說 你那個聖經 都是耶穌出生的 才寫的 有什麼意義 後來就是 因為在這個地方 困難 發現了一個 十海超卷 是 主權 一兩百年的 就是 耶穌出生之前 一兩百年寫的聖經 里面的 以賽亞書 預言耶穌 這樣準不準 當然準 對不對 這個地方太重要了 那這個是 把那幾個新人 放在一起你就知道了 你看我們現在 這個時候 一趟這個 這些兩趟三趟 就不要那麼辛苦了啦 好 那現在我簡單 介紹一下 我們從這邊 進來以後 從這個地方進來 進來要到 特拉維乎 就是 以賽亞首都 又開始往北 到 凱撒里亞 凱撒里亞 有看到什麼東西呢 有一個很重要的 帶一個石碑 上面寫 彼拉多 所以 證明什麼 彼拉多 是真正的 歷史上的人 所以彼拉多 審判耶穌 這個很重要 所以可以看到這個東西 然後還有看到 那個飲水道 就是從 那邊 水 好幾公里的 飲水道 但是在 相差這幾十公分 所以水能夠這樣 一直流下來 它現在有一段 飲水道 流在那邊 那是幾千年前的 建築 可以看到這地方 那保羅也是從這地方 搭車 搭搭船 去羅馬 所以看到一個 凱撒里亞 接著呢 就往上到基波利 基波利是什麼呢 基波利現在 它是以前是一個新生中心 就是 瑪莉亞 的 爸爸媽媽 就是在這地方 他們那個 那因為 路過那地方 所以可以進去休息一下 接下來 現在再往北 看到什麼 到 拿撒勒 拿撒勒地方 可以看到 那個 報喜堂 就是天使跟瑪莉亞 說你要懷孕的地方 然後有看到 約瑟的家 然後 然後 裡面呢 報喜堂裡面 有那個瑪莉亞 結果 裡面 代表中國的 瑪莉亞 是什麼呢 是跟他媽祖 這樣 你們可以看到 他是寫中國的 他是 那個媽祖 那個媽祖 那個樣子 好 那另外一個呢 晚上就 我們就到那個 加利米海這邊 在這附近 休息 好 結果下去 我們就 第二天就 往北 到 淡 這個已經成為 國家共鳴了 這個淡 你們都知道 非常重要 在北國的時候 因為北國的 國王 他建了兩個 金牛犊 一個在什麼 那樣 淡 所以你這樣可以看到 他當時會建的 金牛犊 那個丘牌 他就弄一個 那個 那個 那個框框 就是好像 金牛犊一樣 你可以看這個地方 他現在已經是 國家公園了 好 然後 然後 接下來有看到那個 改造 李阿福的病 那邊彼得 的信仰告白 這個地方 然後呢 再到 巴弗山 就是 耶穌講 登山保鮮的地方 接下來 往旁邊 走到 他 他 他就是 七瘸的意思 這地方可以看兩個教會 一個叫做五品二銀堂 就是耶穌在那邊 就那個 五品二銀堂 五品二銀 那個地方有一個 教堂 那地上有一個 馬賽克 非常漂亮的馬賽克 有五品二銀 這個 然後呢 另外 也可以看一個 彼得受召 耶穌問他 你愛我嗎 你愛我更深嗎 他們也建了一個教會 所以他佛教可以看兩個地方 接下來 在 加百龍 這個加百龍的地方就是 彼得 的岳母 生病有沒有 花燒 然後耶穌把他一咬 不只這樣子 耶穌這個 聖經 記載耶穌在加百龍 做了很多事情 這個地方 通通在這個 加百龍的地方 那你可以看到個 彼得岳母的家 他的旁邊 有一個舊的那個 會塔 會燈 會塔 就是他們聚會的地方 加百龍 然後呢 再繼續 回到 搭那個 搭船 到那個 加利利府搭船 然後每次去 以色列 一定會吃一條 彼得一筆 不是五粿 一圓一條 然後呢 再下去 就我們經過 耶穌列平原 這耶穌列平原就是 以前世世時代的時候 這些很多故事都在這個 耶穌列平原這附近 真的 然後呢 會到 柏山 柏山是 這個 你們注意看聖經的話 聖經有提到一句話 叫做 迪迦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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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迪迦波利就是 Decapolis 就是十個城 十個城 那這個十個城呢 大部分的城 都在約旦那邊 只有一個 只有一個 只有一個在約旦和西岸 所以 這是代表 會去看一下柏山 然後大家就要了解 什麼叫做 迪迦波利 聖經有這個迪迦波利的字 那個 這邊 這個地方呢 有一個 他說 考讀十八成